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你好 穿着七十年前亲手织的上衣 去年在和总统见面时 阿嬷看起来很开心 更在镜头前迎唱了一首传统古调 户籍登庆为1922年出生 赛德克族的林志妹阿嬷 十岁时就跟随传统在额头纹上 象征荣耀与纯洁的俄文 虽然年事已大 但精神还算不错 然而近日天气变化 林志妹身体不适 因此送到医院治疗 病况不佳的情况下 18号有家属陪同回到 浊西乡山里部落的老家 然而却在当天下午六点 遇事长辞 妈妈虽然已经离开我们 不管她的知识也好 她的精神跟她的智慧 我们都会慢慢的去跟她学习 林志妹终身奉献于文化的传承和推广 然而随着审美观念的改变 文面逐渐没落 加上长辈陆讯凋零 如今传出林志妹过世的消息 也让文明文化真的成为历史 华世新闻张艺君 庄宇杰张震杰花莲报导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